水鸭肉清染花 水鸭肉升月牙 哇哇哇慢慢爬 我來這裡才要 在下着一眼送爸爸 爸爸就会听见了 生生不息嘉年华第九期 自中午十二时开始正在芒果TV网播 湖南卫视将在晚上22点播出 本期除12位常驻嘉宾外 迎来两位内地女唱将 他俩就是袁雅维和张碧晨 本期主打跨队互选搭档 男女对两两合作带来新的舞台表演 本期节目中 谭维维周深完成了一个 艰巨而又有意义的挑战 带来一首全球首唱歌曲《听》 直击心灵的歌声 唱哭全场 世界无声但爱有声 担心灵的歌声 堂一声一声等回家 听一听 人人都有荣幸 听一听 人人都有荣幸 听一听 人生爱落尽心里 听一听 心灵会战畜后你 我们是歌手 我们本身使命感 使命感就是让大家听到 世界更多的声音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做出一首 我们都很满意的舞台 万一那小女孩听见 谢谢周深 谢谢 请休息 谢谢 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作品 谢谢大家 这是一首因为生生不息 嘉年华的舞台而诞生的歌 紧锣密鼓的十天制作 充满无穷的冒险精神 也承载着歌者 对于舞台崇高的敬意 这是一个发生在 长沙街头无声小摊上的故事 繁华夜市中的一处静谧 赐意着鸡蛋仔的香气 也传递有关声音与爱的温暖 谭威威和周深直言歌手的使命 是让人听 这次他们着眼于身边 以孩童的视角 采集世界的声音 将它带回家中给爱的人 歌曲中的民族性元素的运用 融入了无声的世界 对声音最纯粹的想象 温暖又感动 听你听 真爱落进心灵 听你听 心灵挥张出空里 因为你的声音让我感觉吧 比如人类根本没有唱歌这个功能 只是想象 一个美好的旋律 应该是唱出来是一个什么声 只是想出来的 就是应该是他的声 对不对 就是你会觉得那是个天使在召唤你 有人说周深的嗓音是被天使吻过的声音 有人说周深是一位灵魂歌者 有人说周深的歌声是天籁之声 上天给了周深一副好嗓子 可有些听障儿童却无法听到罪人的歌声 这是一种遗憾 我们也呼吁更多科技力量的加入 让听障人士能通过科技手段的辅助 聆听世界的美好 其实早在2020年周深就担任天籁行动的公益大使 助力听障人士无障碍建设 他连续多年参与天籁行动 旨在唤醒社会对听障人群 尤其是老年听障群体的关注 呼吁社会更多力量加入天籁行动 同根生长的枝压和我们本没有不同 干预是对声音的修补 香音让爱不再陌路 让我们把爱放大 把声音放小 一个听不见的世界里 爱要多大声 它可以很小 也可以很大 它就在我们心里 洋洋银耳 尽是天 周深是一个内心充满爱的人 他一直热心公益事业 他的歌声 他的行动 他对网友和粉丝暖心鼓励的话语 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和力量 真的佩服歌迷的眼光 周深的声音让人觉得世界上 无论有多少苦难都能变得美好 当你遇到了苦难 请记得还有周深的歌 用周深的嗓音来治愈心灵 请相信周深是很美好的存在 不用怀疑这是天上人间独一无二的天籁 这个时候做出一首我们都很满意的舞台 万一那小女孩听见 哇 何德何能 对 哇 一个人第一次听到音乐 听到你的声音 我有点没感动 我有点没感动 但最后那个鸡蛋 我不能看你 我看你 我容易拖 我们学习 他们卖的是鸡蛋仔嘛 可能就是那上面的标的价格是15块钱一个 但是要做一个那个人工耳窝的话 其实非常贵的 我了解不精准 但应该是几十万 然后他们做完之后 大家有注意到那个小女孩 她还有一个助听器 那个助听器又要额外做 那个助听器又要可能几大万的 但是爸爸妈妈就有一个个鸡蛋仔去卖 自己都没有办法 他们觉得无论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让女儿听到 所以女儿是有人工耳窝 加上助听器的 所以那一下我就觉得 就那个歌词啦 人人都有不信 人人都有 这首歌它表达也是小女孩 最后用爱去反哺自己的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让我去听到 那我去把这些一个个声音 再采回去给爸爸妈妈听到 对 我们前面唱的那个 有点就是少数民族感觉的那个音乐 它其实一开始是咱们湖南的花鼓窑 然后慢慢去传到外省去 可能去到云南那边 然后再去到更远的地方 最后再传回来 变成花花店 当然啊 诗环经常说这些话 谁是诗环谁心里清楚 如果想看北京也很好 从周深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什么是自律 热爱 渴望 成长 成熟 成功 他凭借着不懈的努力 走向属于自己的彼岸 谢谢 小妹们 在岳上 大雨像雨慢慢下 孩子想要再抵达 再下着抵达送妈妈 妈妈就会听见了 哦 哦 哦